如果都沒有的話,就需要換能動關節治腕 那麼古老的手術能動關節治腕傳統手術的傷口都非常大 那我們現在這個手術叫做心悅型微創 同氣關節治腕手術 心悅型就是說它的傷口小是月亮型的 微創它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它只是把好的軟骨表面拿掉 然後像套個牙套一樣套上去 並不是把整個關節整個切掉 那第二個所謂的微創就是 因為我們可以知道我們這個膝關節 其實它是非常標準的關係 也就是說你自己摸下去呢 皮下面呢就是肌腱 所以肌腱的這個彈性呢 收緊度要調得剛剛好 如果你手術當中做得太緊 那就需要做腹腱去腰彎 太鬆可能一開始還蠻好的 但是過兩三個月它就覺得不夠力不好走 所以我們這個手術是在手術當中 把這個軟組織調得剛剛好 所以病人隔天就可以下來走 它不需要特別做特別的腹腱 所以等到傷口就很好做 然後目前我們這個手術呢 做得最老的病人是95歲 它身體還蠻硬朗的 所以現在的考量就是說 如果你關節真的已經很不好了 因為現在人工關節的材質 還可以用蠻久的 所以你不要去讓它越來越不好很痛 你讓它日常生活信用功能很差的時候 再來看應該早早就把它換掉 因為我們很有把握給它一個很好的關節 讓它非常長壽一點的 好 謝謝 好 今天禮拜三開桌了 你去那邊走嗎 我去那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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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要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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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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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 阿媽妳幾歲 我七十三 七十三 你六年幾歲 應該百百年 今天百百年 今天是第六天 這個都是一個禮拜以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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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先夾好了 一會停起來 好 一會停起來 一會停起來 阿 我們並不是說 病人剛開始走得很快 但這個手術做得很好的話 他很快就可以走路 放軌要走是沒有問題的 但我們還是要預防病人的跌倒 還是要預防病人跌倒 但一個禮拜可以這樣走 他兩三個禮拜的手術會更快 所以這種手術就是說 他軟組織的破壞很少 然後很快就可以走路 他是 他就是這個 人工關節治患手術 所以家里面的年紀大 如果他心肺功能還蠻不錯 就這個膝蓋 其實應該早早讓他做治患手術 基本上這個手術的部分 我們還是依照健保的規定 用健保給付的 當然你要選好一點的材質 那還是要依照健保的規定去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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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步一點 小步一點 這裡這裡 我們還是要預防病人的跌倒 但這個手術 這個軟組織的鬆緊度 其實調整的是一翻兩瞬眼 如果你調得好 手術就很快就可以 很快就可以走了 這樣子 我們給病人有信心說 他剛開完沒多久就可以放拐這樣走 但是還是要預防病人的跌倒 因為這個醫院裡面安全還是非常重要 這個我們都沒有手術好 沒有特別做復健 做這個CPM 彎來彎去這樣子 所以其實 其實我們的關節喔 最主要這個藍色的部分 就是關節軟骨的部分 當關節開始出現不舒服 說有一些聲音的時候 其實應該找骨科專科醫師來做評量 因為在很退化性關節的早期 就有很多預防他不要變得很差的一些治療方式 所以要提早治療 那萬一如果真的像這個 這個軟骨呢 已經像這個 這個藍色的部分都磨掉 剩下的這個骨頭都露出來的時候呢 那這個時候 很多保守治療方式 效果就會變得比較差 如果真的不好走不好用 還是建議做這個人工關節的手術 當人工關節的手術進步到現在 其實技術方面和材質方面都已經相當好了 不要讓你家裡面的老人家呢 真的因為膝蓋不好 造成心肺功能的變差 造成這個整個生活品質變降低 我覺得這樣是不值得 有一個好的關節 你家裡面的老人家才會更長瘦 謝謝 然後它就是可以好走好用 四周的肌腱還是用你自己的 所以我說這個是一個非常標淺的關節 所以這個肌腱 你調整的鬆緊度非常敏感 它只要稍微緊一點 你就要每次做時間讓它玩完 如果稍鬆一點呢 可能剛開始很好走 但是三個月後你就開始罵醫生了 怎麼沒力啊怎麼不好走 所以手術的當中把這個軟組織呢 它的調整的剛剛好是非常重要的 它跟髖關節不一樣 髖關節很多肉 所以稍微緊一點鬆一點 不太感覺得到 但是膝關節 你看這個膝關節 表皮下面就是股頭中間 就是一個薄薄的肌腱 它非常重要 它的鬆緊度病人一定感覺得到 會覺得非常敏感 所以膝關節呢 在做的時候 微創呢 確實是會病人 給病人帶來非常的優勢更好處 謝謝 中間這個墊片呢 就有 各家有一些比較抗耐磨的 它整個做法是因為它的材質 它做壓進去的素質 一些Racing呢 比較材質比較好一點 所以它可以耐磨 可以用久 在這裡 好 好 來 昨天可以等同關節手錄 可以放我這樣走路 它恢復一定是非常快速 我台中一天要看300多個病人 很難慘 然後93歲也是一樣 93歲女性 剛晚上到第二天 來 等一下 慢慢 你手勢過第二天 你手勢過第二天 阿有沒有拿拐杖 沒有嘛 93歲也是一樣 然後不是只有隔天 這個是 我前一天晚上12點才出來 現在早上7點查法 7個小時 我們並不是說它可以走得很快 但是放拐一放拐 它很重的也是一樣 100公斤的女性也是一樣 100公斤 他也是沒有拿拐杖 他也是沒有拿拐杖 也是沒有拿拐杖 好 那這個病人 一個禮拜後會走路什麼樣子呢 看一下 這一個禮拜 這一個禮拜 用的會比較快 這一個禮拜吃的樣子大概是這樣 好 其實我們人工斑節中間 我在台中還做的 蠻多很奇怪的 比如說 整個骨頭都歪掉的 又要同時換人工斑節 又要同時矯正 你看最 最那個最右邊 我用人工斑節矯正 腳形 整個變成直的 還有兩隻腳差7公分的 你看這兩隻腳差7公分的 一個掉在 一個的髖關節在這裡 這個是非常危險的手 這不是一般骨科 骨科很很簡單的手 一個掉在上面 這個是先列進髖 就發育不良 來差差7公分 以往可能要先拉啦 慢慢再調啦 我們是利用大概 四到五個小時的手術 把它一次解決 神經血管一起拉 這個病人也是三天住院 手術我的片是這樣 直接把它拉到正常 你好 你你 League如果這個kennt子三年後 給我護衛師看 三年後給一般護衛師看 就說 ㄟ 這個沒有什麼啊 這是咱人骨關節 看不出來之前 多麼的可怕 那我們也開了很多 這個在台北的醫學中間 開了八九次 康關節從這個地方一直 跑跑跑跑跑到快那個膀胱上面 很深的地方 這已經非常 那個 後來我把 你姓名 我臺灣是比安安區的 居然居17歲 我因為有這個 兩腳有關節炎 退化性的關節炎 所以來這邊處理 這邊處理的過程 我非常順利 今天開刀 不然明天都可以下車 後天可以坐牢 大火天可以回家 在那個 王子任 醫療團隊得下 真是神無奇跡 一切都比我的醫療還要快 還要舒服 之前我的左腳有在回家 大學的教學醫院處理過 這事不願意下 所以這一次我真是 等到好機會 遇到貴人 你現在還在做復健嗎 沒有 還不用復健 那個指令醫師有交代 他我們回家以後的 自己復健的方法 他說不用復健 恢復得很快 所以我呼籲 如果有經濟服務 有大台南市的海線 如果有需要服務的 放心的進來 然後這裡滿意的回家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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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